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听说倒计时的时候是我们三个一起倒计时还是觉得蛮感慨的 一下子十年都过去了 其实我说不清楚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就是很奇妙 然后也听说明年又要开始举办超女了 还是希望说有更多的会唱歌的年轻人可以更多的被大家看到 所以还是很期待吧 2016新一届超级女生马上就要重榜回归了 不知道作为大前辈的亮眼妹子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提供的呢 会不会考虑来现场做个评委呢 我可能没有当评委的打算 感觉现在的年轻人都很厉害 每一个人都非常知道自己要什么 都比较可能比我们还要遭受吧 投为音乐类节目的《我是歌手》Ki四季马上就要开播了 不知道在第三季中有着惊艳表现的女生 有没有开启八卦模式关注着参加阵容呢 老实讲我还不知道歌手有哪些歌手 所以我是一个这方面娱乐圈的时事反而会比较落后的人 前段时间男友在演唱会上也高调求婚秀恩爱了 不到临近年关 女神怕不怕面对被催婚的尴尬局面呢 这个问题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因为我不是一个被催的对象 因为我可能平时生活当中比较一般一眼 所以我要怎么样的想法是很难被改变的 所以大家都会养成习惯 不会催我做什么事情 凯通工具果然是一个个性独特的辣妹子啊 芒果老师玩 期待靓鱼女神和男朋友早日修成正果呢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